说土耳其将会持续对库尔德武装发起攻击 直到彻底消灭这个王八蛋的组织 这话一说兄弟们 你说美国人养了这个这个库尔德武装这么长时间了 啥意思呢 就一个成语 那叫竹篮打水 他咋的呢 一场空啊 那么事于伊拉克啊 虽然说这次呢 土耳其确实是有点侵略主权那个意思了 都越过人家的国界了 是不是啊 让战斗机直接越境去干伊拉克的恐怖分子啊 去轰炸 但是这次兄弟们啊 伊拉克啥都没说 反而是土耳其接受之后 我得干嘛呀 伊拉克这边现在是真不担心 美国人操控叛军包括恐怖分子搞成变了 啊那也就是因为这个新病暂时不是解除了吗 伊拉克这边呢 也掏出时间了 转头找了野门胡赛武装 说哥们 我这边事解决差不多了 那那个土耳其我安哥一出手 那真绝了 那活干的漂亮啊 你真的 现在我有时间了 在美国不两艘军舰吗 我也看了 他就打那个撤侨那个谎的 我跟你说大哥 根本不是来撤侨的 就咋的呀 其实是往黎巴嫩去步兵的 宋士兵我都看见了 既然这样 那咱必然不能让他得逞啊 是不是啊 现在我有时间 我有的是时间 咋再联合 就这么的 野门胡赛武装 跟伊拉克反美武装 时隔半个月 再次联手了 对着美军停靠在 以色列这个港口 叮当456兄弟们 那就是一顿干 啊 不过这次轰炸架势 虽然大 但咱得说句实话 什么呢 没有炸到美军的军舰 那当然呢 这不是说 野门和伊拉克 这边导弹不行啊 主要是什么呢 是这个美国实在太恶心 太卑鄙了 你知道他咋回事吗 他一看说 自己可能要挨炸呀 二话没说 直接开动军舰 然后贴着民用船只走 而且找了一些 真真正正 美国的撤侨走的人 让他们就站甲板上 你告诉我 这仗怎么打 最后啊 老体们 野门和伊拉克 也只能是改变目标 把美国停靠到港口啊 直接给你炸了一辫 不过恰恰是这样的结果 不正好说明一件事 什么事啊 就是美军 他现在是真害怕了 害怕自己军舰 直接被野门胡塞武装 给干爆 甚至击沉 你们想是不是这个事 同意我这个分析观点 给我扣不容易 那么说到野门和伊拉克 这个反美武装 还有黎巴嫩啊 当时黎巴嫩这边一看 这俩兄弟都出手了 他也直接兴奋了 40多辆卡丘上兄弟们呢 卡丘上火箭的发射车 直接把伪装 拔着给你撕了 对着哪呢 对着伊拉克的北边 叮当四五六一顿干 而且黎巴嫩这次轰炸完之后 他居然没有去警告以色列 而是直接警告谁了呢 直接警告的好大儿了 对美国发出警告 说美军你这个小咖 你给我听好了 我承认你的空军 我承认你的海军厉害 但是你陆军 你别跟我俩装弹 你再往前 你怼一步 你美军这帮人都得死了 我让你化成一缕青烟 直接给你送上西天 当时看了黎巴嫩 郑中长这个警告 我立马觉得我是坏的 出大事不对劲啊 我就觉得这个卡丘 是导弹这个攻击范围 基本就是以色列北边那一片啊 而那边30万以色列人 都已经变成难民跑路了 这次轰炸按道理来说 应该就是一次牵制性 比较强的攻击啊 怎么黎巴嫩这种 突然间警告美国 而且语气这么强烈呢 结果兄弟们 我一查好家伙了 黎巴嫩昨天晚上 发射的180多枚的卡丘 是火箭弹 最起码干死了50多名 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的成员 有人敢想 我说出来你们都能吓死 都能觉得意外 都觉得我是编的 但是真事 你们听我讲完 你们怎么知道怎么回事了啊 前两天的时候兄弟们 美军海豹突击队 不是跟以色列特种部队 潜到黎巴嫩境内 搞那个斩首行动了吗 今天说有个小轿车着火了 是黎巴嫩真主党这边的 一个指挥人员 结果这次行动 直接被真主党那边人 提前给发现了 最后一波埋伏 不但让美军这边 损失了40多个 海豹突击队的队员 直接给你干成死海豹 而且还有8个人 被黎巴嫩那边给俘虏了 在俘虏之后 真主党人那就一个狠呢 那各种手段全给你上了 科技狠活 但是呢 就审问了20来个小时了 啥有用的消息都没掏出来 也就在真主党准备挨个弄死 咱们今天直接就 给你们科新闻了 好不好 因为特别炸烈 就是今天嘛 就是咱咱说第一条新闻的 就是前脚啊 1276给那个伊朗 送电子战武器 这事咱都知道 对不对 然后眼看着美军这边 没啥反应 美军这边还以为伊朗 是要打个面子工程呢 放个烟花秀呢 然后普大帝这边 兄弟们直接不装了 你知道吧 大批量的 刚才我说谁了 格鲁乌的精锐部队 直接空降 直接干到野门首都 有人说他去野门首都干嘛去啊 老铁们最近一段时间 如果俄罗斯再不下场 如果格鲁乌情报部门 再不再不去帮帮 整个中东的各种反美 反以色列武装的大头的手的 全让人给干了啊 有人说格鲁乌是交野门去干 那个干美军军舰的啊 肯定是啊 但是为什么派格鲁乌去呢 你们想想 那单纯是干军舰吗 这是第一个事 那么另外呢 呃 他们格鲁乌去完之后呢 还成立了一个联合作战指挥室啊 喊话说彻底干爆美军航母 难道这次普达迪真打算在 红海跟美国咳一下呢吗 兄弟们啊 直接打算撕破脸了吗 对吧 这是第一个事啊 那么第二个事什么呢 伊朗这边 伊朗的怒火呀 在俄罗斯的帮助之下 按道理来说 为啥伊朗72小时之内 我今天才知道72小时这个事 啊 这个这个咱们看到新闻 全是几乎是错的 说是美国那边估摸的 是72小时48小时24个小时啊 但是我不知道真假 我没有去细琢磨这个事 因为没有意义啊 我就提一嘴 那么另外还有什么呢 就是伊朗呃 最开始的时候 我我非常理解啊 家人们你们也应该理解 他为什么没打 他得考虑他打完之后 一美国正要下场干他 他能不能承受得起 对不对 所以说他犹豫了 而且有人说 美国早就跟伊朗谈了 确实谈了 肯定是谈了啊 就包括现在伊朗我姑妈也得大概的啊 把自己的什么进攻事件的或者什么 就是如果不谈的话 那这次就坏菜了啊 所以说现在呢 伊朗不装了啊 伊朗说了我不怕了 为什么不怕了 俄罗斯真下狠茬子的兄弟们 在俄罗斯的帮助之下 伊朗心中燃起了熊熊怒火啊 美国卫星侦察已经发现一个巨大的情报 什么情报呢 现在伊朗这边已经安排了啊 要从五个方向叮当四五六干人家以色列啊 并且哈梅内伊也亲口承认了 说我不仅要干以色列啊 这次我大哥给力啊 这次我我大哥真是我大哥好哥哥呀 说我干以色列同时我要干报你中东美军 这是人家伊朗说的 面对这种情况 我问你美军会不会下场 你们觉得会下场给我扣破一 不会下场给我扣破二 好吧 这是第二大话题的 第三大话题家呢 话音刚落 你你猜咋着了 美国真出事了 美军在伊拉克最大的基地 阿萨德空军基地直接被干 而且有人说了 这晚上叫新闻吗 天天被干 但是兄弟们 有史以来这四个字你们听过吗 没听过吧 今天我告诉你 美国的阿萨德空军基地 是遭遇到有史以来最牛最大的一波袭击 啊 拜登拉着布林肯 拉着奥斯汀 拉到哈里斯 一大堆高级官员 开了个紧急会议 并且喊话 美军会对袭击者发起猛烈的报复 那么兄弟们问题来了 马上中东大战开开打在即了 美军会什么怎么报复啊 而且你们有没有好奇的说 谁干了这个美国的阿萨德空军基地啊 有没有好奇说谁干的 你们知道 你给我扣到公平上 好奇我打好奇 好不好 另外老体们啊 就是刚才有人说了 就日本崩盘了 对不对 今天全球股市大跌 日本韩国还有凤梨 那跌的啊 简直他妈都不认识 姥姥都怂了啊 那么问题来了 全球股市下跌到底怎么个事 日韩下跌最惨 难道就都是巧合吗 今天全部都是大新闻 每一条都能撑得上头板头条 炸裂爆炸 嘎嘎嘎嘎嘎嘎 好吧 今天没有任何的意外 咱必须得从中东说起了 太炸裂了兄弟们 原本吧 伊朗不是认怂两天了吗 我心都拔凉了 我透心凉 我心飞扬了啊 像说伊朗这次 只要是怂了 可真完了 我这这这直播间 我啪啪打脸 我还在替他催呢 我还说呢 我说伊朗肯定得打 我说这怎么怎么怎么着的 是不是啊 在中东 我跟你说他要不打 他就这个什么代理人的价值 全都完蛋 什么大哥也干不了了啊 结果兄弟们 谁什么叫做 叫大哥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啊 什么叫做老毛出品 必出精品呢 对不对 家人呢 我告诉你 普大第一出手 全世界都过消停 啊你真不知道 我跟你说老牛了 昨天刚讲完 我说那俄罗斯的 伊尔七六运输机 乌洋乌洋干到伊朗 咱以为就一波晚事的吧 没有 我今天查的时候 好家伙了 天天有啊 那伊尔七六光光 以嘎子往伊朗跑啊 在莫斯科德海兰 哗哗哗去飞 送去什么呢 主要是两个东西 直接开始 哦对 还有一个事 普大地最强 和最强巴黎后之间呢 搞了个大事 签了个什么条约呢 就是里里外外 就是我们说最后啊 那个性质 相当于是共同防御条约 就表示说 一旦半岛这边开战 啊 俄军随时出标帮忙 最强巴黎后也回应了 准备好战争 啊 这是人家巴黎后 自己说的 这俩人呢 坐对面聊得可开心了 满脸笑容啊 这视频都放出来了 那么这个协议签完之后 意味着什么 家门你知道 为什么咱们要反反复复的 去讲俄罗斯跟朝鲜之间 这次的见面吗 首先是时间太长了 24年的首次太关键了 第二个 它真的是俄罗斯隔空 打向美国的一个回旋标 什么概念 美国你可以把武器干到乌克兰 让乌克兰干我本土 那老子直接可以把 所有的卫星技术火箭技术 核潜艇技术 直接给我散地 让我散地 你看看它能不能 操了操了你家本土 对不对老天 这非话不多说了 直接开始可 今天消息很炸裂 话不多说 直接看新闻 参考消息最新的报道 标题什么呢 说最新 俄军核潜艇实弹射击 我早上看新闻的时候 我一看这个标题 我都懵了 我都震惊了 我现在这普达地 最近也没宣布 啥军演的计划呀 怎么突然让核潜艇 酷酷发了两枚实弹呢 然后我点开那个新闻 叫什么啊 好家伙了 这次情况还真是不一般 有点特殊了 根据报道啊 话说 俄罗斯这次试射的 这两枚导弹 分别是什么呢 叫做花岗岩反舰导弹 还有个是口径巡航导弹 在试射开始之前呢 俄军还火急火燎的 把那个相关海域的 所有船只啊 包括空域啊 全给关闭了 哎 那你们以为这是最奇怪的吗 不是 最奇怪的什么呢 按常理来说 这种时代射击 不就是为了检验一下导弹 到底能不能用 好不好用吗 所以正常情况下 你试射完了 基本上 你都会公布一下 相关的视频啊 资料啊 甚至照片啊 对吧 结果俄罗斯国防部兄弟们 这次你别说视频资料了 连一张图都没有啊 图都没有兄弟们 只有淡淡几句话 就是什么呢 俄军试射了两枚导弹啊 第二句话 成功击中了一百七十公里之外的模拟舰船 哎 就看到俄罗斯国防部这个态度 我当时我就纳闷了 我就寻思话 这什么话 遮遮掩掩掩的咋的了 难不成这次俄罗斯试射 其实已经失败了 为了找面子 所以才不放什么视频 不放资料吗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这事有点吓人了 因为什么呢 口径巡航导弹 包括那个花岗岩反舰导弹 那可是俄罗斯目前的主力武器啊 对吧 如果你真的说是要拉胯了 那俄罗斯这边可能是真露出破债了 所以我就想查一查 啊 这是到底怎么回事 结果兄弟们不查不知道 一查 直接查出来一个超级无敌爆炸之消息 非常离谱的事 什么事呢 俄罗斯这次紧急安排两艘核潜艇试射 居然跟老美有直接的关系 甚至为啥说没放出相关的资料视频 包括图片 不是因为别的 而是因为大老美这次是真认怂了 答应俄罗斯老多无厘头的条件了 所以说俄罗斯这边说了给你点脸给你点面子 才没把相关视频给公布出来 而就简简简简简简单单一句话 试射完成了啊 也成功了 那么这个事到底什么情况呢 加上咱这个话嘛 得从哪开始说起呢 得从古巴开始说起 前几天俄罗斯军舰啊 浩浩荡荡去古巴 打了个卡 捋了个油 之后呢 直接回来这个事 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原本说这个这个什么呢 就是6月18号 也就是前天这个军演就结束了 俄罗斯跟古巴的军演就没了 结束了 再给美国还有加拿大上了两课之后 啊 俄罗斯呢 也干干 就就就就就叫什么 叫嘎溜溜溜翠啊 非常干脆利索 宣布说啥 哎 军演结束了啊 呃 再见了老美啊 我们走了 接下来呢 你也不用担心了 你就可以安心的睡你的午觉和晚觉了 当时听完这个消息叫什么 美国人 尤其是那些政府的高官 那家伙相当激动了 都打算开一个威士忌 整一个什么什么 那个那个那个party了 为啥呀 因为之前俄罗斯那个卡山号啊 那个核潜艇啊 家人们就在距离华盛顿 不到一百公里的地方 那普通老百姓嘛 他啥也不懂 还好 不知者不怪嘛 不知者不怕嘛 无畏嘛 对不对 他们这些人 尤其政府高官 他肯定害怕呀 毕竟人生最大的遗憾是啥呀 那么说完这个事 这个这个事之后呢 咱再把话说回来 美国再看俄罗斯就更生气了 你啥什么意思 还想直接给俄罗斯发外交召会呢 但是你们猜俄罗斯咋说的家吗 你们猜一猜 直接告美国了 说你别让我整了 整事了 我不想跟你说话 啊 你别给我整幺蛾子了 老子以前我能看你一眼 现在我连勒你 我都不惜得勒你啊 我可不带上套的 美国人老铁们当时气的 眼珠的通红 本来就生气啊 再一看俄罗斯这奶的态度 更生气了 你知道咋个事吗 直接就打算的俄罗斯动用核威慑 下眼包 有些人一听这个话 可能会说太扯了吧 苏罗斯 你这上哪边的 家门听我说啊 一开始我在外面啊 在伊朗那边看完这个消息 我也觉得很扯 但是后边 我在一查新闻你们都能看着 我的个妈呀 你们知道我看到什么新闻了吗 美国战略核轰炸机直接挂着俩弹 而且是这个炸弹量啊 爆炸弹量得多少倍呢 顶上广岛原子弹 一百多倍的那款 奔着俄罗斯 脑下就干过去了 可能有人听到这还会说呢 说美国就是吓人 我跟你说这次真机眼了 这次美国玩的是真的 要不然不能带弹除去啊 为啥这么说呢 你们听我讲 参考消息原理俄罗斯媒体报道 就在昨天晚上 也就是也门轰炸以色列 第三百旅根据地的同时 美军有一架 B-52N战略核轰炸机 带着弹 俩弹 从瑞典方向 嘎就给你切入了 直接逼近俄罗斯 胜利得报 下人猫 说白了 直接干俄罗斯家门口去了 当时俄罗斯的猛选说你疯了吗 这是什么玩意儿 美国的 B-52N战略核轰炸机 我之前开这个轰炸机 在你阿拉斯家是没错 但我没带弹呢 我带的玩意儿都是假弹呢 对吧 都是二天的柴弹呢 这更用不了啊 那是模拟的核弹 而且提前跟你说的是 我们是模拟演习 你都好咋的 你直接带弹来的 还是带核弹 一点没有提醒 咋的你家电话费欠了 你家那红色电话线 掐了还咋的呀 你难道咋的 你真想跟我打仗吗 打核大战吗 但是诧异归诧异啊 俄罗斯国防部 那个部长 反应得非常快 非常灵密 这哥们真行 二话没说 当时直接给美国国防部长 奥斯汀这个大黑旅 干回去电话了 怎么个事 问问呢 结果电话兄弟们 一直打不通 没打通 另外一边呢 美军的这个B-52N 战略核轰炸机 马上啊 就到了轰炸 圣美德堡 最佳这个攻击距离了 你这时候 你咋整啊 你咋整啊 俄罗斯国防部长 直接把消息 直接捅到上面了 说大帝 你来看吧 这事我决定不了了 咱们打还不打 对吧 随后普大帝 简短思考一下 先是命令 说俄罗斯战略导弹部队 进入到二级战备 紧接着一看 卫星图片 再一看雷达信号发现了 美国这次来的军机 也就一架B-52N 战略核轰 还有两架F-16 包括一架预警机 说白了 就这个阵容呢 它也不算太豪华 俄罗斯国防部长 对这个事的建议是什么呢 就是大帝 我建议你 说咱们直接出动 15架以上的战斗机 过去对美军轰炸机编队呢 咱们先拦截一波 咱们先驱逐一波 这样的话 如果有意外发生 咱还能直接击落 对吧 但是老普这么一想说不行啊 核大战没必要啊 干啥呀 这这这美国不敢 他完全不能不可能啊 而且我们要打核战就废了吗 这前面的努力 全是功亏一篑了 那不就落入美国的圈套了吗 说这么的 咱们先派两架 派两架战斗机 过去拦一下 看怎么个形式 怎么个牌面 有没有说谈判的空间了 于是老铁们这边俄军呢 先起飞了一架米格29 坐先锋 同时呢 还起飞一架携带了匕首高超音速的 叫米格三腰啊 作为后手 奔着美军战略和轰这个编队就干过去了 而俄军也好 兄弟们 美国的报道也好 到这儿 就到我讲的这个阶段 没了 像什么 假然而止 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只留一句话 俄军成功驱逐了美国的轰炸机编队 说到这儿老铁师不讲话了 说你看 我就说吧 美国人就吓人 那怎么说下呢 这次我跟你讲 我觉得他根本不是吓人 为什么这么说 这就要咱们警戒说美国这边消息了 今天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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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最最头版投掉的消息市场 拜登退选 对不对 还说自己支持哈里斯 你就看 昨天我刚说完 来 兄弟们 咱们磨叽了 直接定了456了 咱刚才说什么呢 就是两架B1战略核轰炸机 现在是美国啊 以最短的途径 最快的速度 直接干到约南境内了 不过你说这两架B1能带多少核弹 你就带不了多少 没错 但这把人他能吓唬住伊朗不 美国真敢不敢放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 反正我觉得啊 就伊朗现在呢 就应该是大概可能也许直接拿到蘑菇弹 但是呢发射权在不在他手里面 那是一码事 最后有没有必要用 那还得另说 按照现在这个情况 我觉得这玩意儿其实呢 就是大哥给伊朗 他有一张底牌 这个底牌呢 就是面对以色列的战术核武器 以色列不用 伊朗也不用 而以色列拿着核弹 那纯属是弹忧 但是伊朗呢 他只有手里有这个玩意儿家人们啊 那就跟有这个腎上腺素似的 能让伊朗也能让繁伪武装的心里面有更大的底气 他是一张底牌 而不是一张必用的牌 你知道吧 就像有两个王 你被逼无奈 你才得出 实在不行的 你得分开打 对吧 那时候这位老子就问了 说现在咱就算是啊 就伊朗有这个 这个这个蘑菇弹了 二月会也开完了 然后巴以和谈呢 压根也没机会了 前两天 以色列又对加沙 电荡456 一顿干 干死一百来个人 对不对 说很有可能会在近一周的时间 发动对这个以色列的袭击 我估摸了这个算计也差不多 很多人对伊朗的行动 他摸不清楚 而且绝大部分信息啊 家伙们 都是通过外国的媒体 尤其谁呢 尤其是美国媒体 报道内容来分析的 但是呢 咱就说啊 咱说句实话 那美国媒体是经常放假消息 一会说伊朗准备什么 什么这个放弃报复啊 来换取巴以和谈 一会又说什么 哈梅我那一个投降了 一会又说72小时 一会又说48小时 一会又说24个小时 有人问说今天能打吗 老铁们这个东西啊 如果我要说能说准 今天能打 我就不坐这了 但是咱就看呢 美国媒体释放这些烟雾弹 那不要太多什么意思 对不对 在上一次 伊朗打击伊斯莱本土之前 讲什么 美国媒体几乎做过一模一样的报道 差不多就是改革时间 就可以重新发一遍 然后很多人看完这个报道之后呢 对伊朗的表现就失望嘛 就好多人就说啊 太失望了啊 怎么怎么着 觉得伊朗一惊一乍的 但实际上啊 都是美国媒体在背后推波助澜 如果你要是真看地区局势 比如这一次伊朗这个动向 你要想搞明白伊朗到底要干啥 我觉得可以从正反两个方向去观察 第一个方向就是大家可以去观察美军的动向 你别管美国媒体说啥 你也别管以色列什么放什么狠话 他们都不用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的 这帮人没有底线 但是兄弟们有一个事是真的 就是美军的动向 是要为最后的结果负责任的 对不对 而他们的动向呢 往往是来自于一手的情报 而这一次家人们 美军有什么动作 美军有什么反应呢 大量向中东地区紧急增兵 并且不断向伊朗喊话 说以色列也在做战争准备 甚至这两天啊 内塔尼亚湖都已经注地堡里头去了 对不对 从这些动向老铁门 你完全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不像美国媒体说的那样 不拿伊朗的警告当一回事 恰恰相反呢 那四个字概括叫严阵以待呀 对吧 所以还是一句话 你不要听他们说啥 你得看他们干啥 他做的实际准备工作 就是心里真实的反应 如果他们认为伊朗够怂 大可不必做这些准备工作了 那么第二个呢 咱们就得看另外一个主人公 就是伊朗 伊朗官方的实际行动是什么 对不对 这两天啊 东方大国跟伊朗 他俩通了个电话 这事家人们都知道了 对吧 有一个细节可能有很多人没注意到 这次通话 老铁门 不是伊朗要求的 而是我们应邀进行的 通话内容咱不细说了 总之啊 在运动会即将结束之际 伊朗跟我们进行了一个通话 是什么意思 实际上内涵 已经非常明显了 你可以理解呗 这就是在行动之前进行一个最后的 是吧 看看大家怎么想 看看这个世界上还能站得住脚呢 啊 是大国的人 他怎么想的 所以说对于伊朗的反击 我从一开始就说了 那咱把话说回来了 可能有些老铁就会问说 苏啊 按说这乌克兰都已经攻下那个库尔斯克 11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了 而且还喊话说已经占领80多个巨量 据说是85个 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往上涨啊 说是85到86我忘记了 但是呢 1100多公里的土地这是真的 说现在呢 又在这个土地上建了一个管理局 军事管理局 那他是不是真可以直接通过攻投 把库尔斯克州领土给拿下来呢 怎么说啊 这个想法老有意思了 但是我一早就说过家人们啊 我一早就说过了 这就是舆论战 在拖延时间 东头拿下俄罗斯地盘 这种可能性 压根就是鹅蛋 零蛋 为啥呢 主要原因是两个 第一个家人们 你们想一想啊 咱讲深度的 乌军占领库尔斯克面积多大呀 太小了 整个库尔斯克总面积是2.98万平方公里 总人口也就110多万人 可是现在乌军占领的面积 只有1100多平方公里啊 都不到库尔斯克州的4%啊 对吧 就像咱家老胡说的白日做梦吗 这他有啥四个攻投啊 你攻投一个阵的 那乌克兰舔个脸 好意思拿出手吗 再有就是家人们 他但凡攻投了 但凡建立这个军事管理局 他什么意思 你们知道吗 深层次的目的 就是在俄乌谈判的时候 多一张筹码 去跟俄罗斯交换 交换乌冬四周 但是朋友们 我们再回头看 乌克兰他自己都不承认 乌冬四周 公投入俄 要是乌克兰在库尔斯克 搞了一个公投 那不是变相承认 同类型的公投 是合理合法的吗 就等于承认 乌冬四周 就是公投入俄了吗 对吧 也是合理的呀 对吧 可是乌冬四周 再加上克里米亚 加上乌冬四周 加克里米亚多大 你们知道吗 总面积超过了 十万平方公里 占到俄罗斯 总面积的百分之十八 所以对俄罗斯来说 要是乌克兰真公投 弄走他一个镇子 咱就说是真事 真公投了 弄走了 那也赚大发了吗 俄罗斯 一千七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就咱就说 失去这一千一百平方公里 连个鼻杆都 都没有那么多 对吧 那说到这儿啊 新的问题就来了 既然没有公投的打算 这乌克兰为啥搞 这个军事管理局 摆住一副 要长期占领的态度呢 这个就太简单了 说白了 刚才我说的 增加谈判筹码 就像当时 抗美援朝战争的时候 一样的啊 在东方大国美国 包括朝鲜和谈的时候 美国频频对志愿军控制去 发起攻击啊 最早美军想打到三八线以北 对吧 抢占一大片土地 以胜利者的姿态 结束朝鲜战争 但是呢 遭遇到失败了 于是美军缩小目标 说我要站了一个山头 这个山头当时不就上干岭吗 可结果什么呢 美军复出惨重的被这个这个上亡之后 还是失败了 最终美军被迫妥协 接受三八线为戒 结束了朝鲜战争这个现实 对不对啊 但是俄乌战争的差别在于什么 乌军闪击库尔斯克兄弟们成功了 这个事儿说大也大说小也小 这是乌军手里面最大的一个筹码了 朋友们啊 你别看面积很小 却是俄罗斯的本土啊 这就是普大帝绝对不能接受的结果了 普大帝的偶像是谁啊 那是彼得大帝 你要是丢了库尔 就是库尔叫什么 库尔斯克这个部分的土地 那就变成什么失败者 尼古拉二世了 对吧 那怎么办呢 只有两个办法 第一 武力夺回 啊 说实话家人们啊 武力夺回确实挺难的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乌军和北约的部队挺多 有一个报道 我不知道是真假 说现在部分区域乌军主力部队的兵力 是俄罗斯的五倍 精锐部队是俄罗斯的五倍 导致俄军打得非常艰难 俄军一侦查 立马直接开始狂轰滥仗 短短时间之内 对乌军也造成了近万人的死伤 这也是真事 但是乌军剩余的人越少 俄罗斯发现就越难呢 对吧 就跟潜伏在中东地区的恐怖分子是一样的 太难处理干净了 而且苏美洲现在说实话 还没有完全被俄罗斯给拿下来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乌军还可以继续偷抹往里送人 不送大部队 小股部队搞偷袭行不行 那就更难搞了 对不对 直接就成了欧洲的库尔 就叫什么 欧洲的库尔德武装了 那除了这个办法还有一个办法 叫做土地置换 武力不好弄了 那普大地如果还想快速解决 最好的办法 直接拿地盘换地盘呗 对吧 但怎么置换呢 家人们 在1100平方公里的土地 能换回乌冬多少的土地呢 可以说对等置换 几乎 几乎